未在彰化的臺灣民俗村兩年前開始進行拆除 園區出口仿造清朝彰化縣城門的慶豐門被拆到倒塌倾斜 占地52公頃的園區幾乎成了一片廢墟化為平地 因為被財團接手後正在向縣府申請 要把油氣園區變更為產業園區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說財團二零一九年以十三億元購買五十二公頃的土地 每瓶大約是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八元 而一旦變更為產業園區每瓶可能就有十五萬元獲利高達數百億元 開發商和地主跟彰化縣長王惠美是什麼關係 綠營希望王惠美說清楚 且這起開發案還有另一個疑點 立委質疑財團只開發二十九點三公頃是否在規避環評 因為超過三十公頃就要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但三十公頃以下只需地方政府審查 對此王惠美發聲明稿說明 產業園區是民間申請案憲府依法審查 如果有認為不法歡迎提告 還呼籲民進黨立委不要躲在立院言論免責權的保護傘下 充當政治打手做出不時抹黑 華新聞林家瑩 謝憲宗 謝忠義 彰化報導